大家好 昨天晚上央视有一个新闻 标题非常的拗口 欧盟绕过欧盟的制裁 在欧盟制裁的俄罗斯央行购买卢布 以支付天然气费用 标题很拗口 大意呢 就是欧盟啊 向俄罗斯央行购买卢布了 但是俄罗斯央行还有卢布 都是被欧盟制裁的呀 所以欧盟自己无视了自己的制裁 这充分说明第一点啊 欧洲对俄罗斯的制裁 尤其是在金融上和在卢布上的制裁 已经没有了效力了 欧盟自己带头违反了自己的制裁啊 事实上欧盟的制裁也是玩假的 对吧 这个天然气啊 石油啊 他都不制裁 还要踢出Swift的系统 但是俄罗斯最大的几个商业行呢 他也都不制裁 对吧 就是俄罗斯用于石油天然气结算的 大的商业行 他也都不制裁啊 其实没有特别实际以上的制裁 之所以产生这个局面呢 是因为前几天 俄罗斯宣布 反制啊 之前制裁俄罗斯的国家 因为我们也知道战争刚开始 美国欧洲开始制裁俄罗斯 其他的国家啊 也包括班班 都纷纷的跟风 站队制裁俄罗斯 所以俄罗斯呢 搞了一个名单 就是制裁俄罗斯的国家和地区的名单 当时普京说过啊 会对他们进行反制措施的 所以第一个反制措施啊 在前两天就公布了 就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啊 如果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 只能用卢布进行结算 所以对吧 这些国家地区 尤其欧盟啊 目前看损失踩重啊 因为欧盟的能源结构当中 40%的天然气和30%的石油 都来自俄罗斯 而且是不可替代的 那么之前呢 欧洲和卡塔尔签订了一个协议 就是要从卡塔尔输送天然气到欧盟 但是这个协议目前也沦为了一个笑话 因为从卡塔尔输送天然气啊 你就是建管道 要经过伊朗和叙利亚 这俩就是没一个同意 对吧 都不同意 所以你根本建不了的 包括向美国买LNG天然气 先不谈船的问题 对吧 德国天然气公司总裁说了 建码头就得建五年 因为现在欧洲 没有LNG的码头 即便有 是因为之前欧洲呢 也进口一些LNG天然气 只是根据当下的存量的 我们现在一年用100吨 我就建个100吨的码头 譬如在荷兰就有LNG的码头 没有人有那么超预期的 而且欧盟的人口太多了 需要量是太大了 更重要的是 美国的天然液延器公司 拒绝增产 对吧 同时呢 又去找伊朗谈 伊朗根本不打你的茬 你放话了 要解除制裁和伊朗谈 伊朗直接 给你发了几个导弹 把美国驻伊拉克的大使馆 给你轰了 这都是放明的态度 你根本没法解决 除了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 没有任何的办法 所以俄罗斯宣布反制措施 没几天 欧盟马上就要购买卢布了 而且必须是向俄罗斯官方购买的 也就是俄罗斯央行 因为卢布并没有离岸市场 像人民币还有一个离岸市场 虽然规模并不是特别大 但我们还有个离岸市场 卢布是没有离岸市场的 这就导致实际汇率和官方汇率不是一回事 对吧 再加上它没有离岸市场 你只能向俄罗斯官方买 也就是向俄罗斯的央行买 那这样的话 其实损失是非常大的 俄罗斯的央行肯定会狮子大开口的 而欧盟原本每天向俄罗斯购买天然气的费用 是11欧元 记住这仅仅是天然气 而且是一天的 11欧元 也就是进口量是非常大的 这个东西是不能停的 天然气不仅仅是用于家庭的取暖 还有做饭 更重要的还是用于发电 还有工厂的生产 还涉及到化肥等等 尤其是东欧 东欧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是100% 那这个东欧反而更反额 这就很有趣 都说屁股决定脑袋 这个东欧显然是囤脑分离的 依赖都100%了 对吧 你还反额呢 所以 对吧 这个目前呢 就是欧盟啊 变得很快啊 自己的制裁 自己就不遵守了 变得很快啊 这也就会导致啊 这个制裁 陆续沦为一个笑话 那么第二个呢 目前 欧盟的天然气结算当中 欧元占58% 美元占39% 所以俄罗斯讲啊 是一律用卢布制裁 但事实上也是有具体指向的 主要针对的是美元这39%啊 所以美元 它在欧洲的天然气结算呢 将会逐步下跌 甚至呢会被完全的取消掉的 会被完全的取消掉的 所以对吧 目前呢 也仅仅是欧盟在买俄罗斯的天然气 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具体执行下去 对吧 对欧洲来说 要买这么多的卢布 那你要拿什么去添呢 毕竟一个货币的大变动啊 你是需要具体的去添的 俄罗斯呢 可以输出石油天然气 那欧盟怎么去向俄罗斯输出东西 进行对等值换呢 对吧 这显然是摆在欧盟的首要问题啊 所以我觉得下一步呢 欧盟呢 会开放和俄罗斯的相关的贸易 对吧 向俄罗斯出口啊 譬如日用品啊 或者其他这些商品 否则的话 那俄罗斯对欧盟的话 那是纯路钞的 石油天然气的纯输出的 欧盟总是要挣他些钱嘛 而且你还用卢布结算 对吧 之前用美元欧元结算的话啊 俄罗斯虽然是输出石油天然气 换来的都是印钞机印出的东西 现在是俄罗斯央行自己印的 性质就不一样了 对吧 那欧盟如何面对这个巨大的贸易逆差呢 我觉得他肯定会开放更大规模的 和俄罗斯的贸易啊 所以眼前就是眼前啊 那除非呢 这个欧盟啊 和美国北约 能够打进莫斯科 活捉普京 陷了普京的鸟味 否则目前这个事情就是无解的 对吧 欧盟现在的石油天然气 就是摆在眼前的 你根本无法替代的 一切的替代方法都是打嘴炮 根本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 但是 你每天的天然气和石油 都是要用的 这个问题怎么办 对吧 这个问题怎么办 这个问题 而且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啊 就像前面说的 卡塔尔协议 已经罗维笑话了 美国的LNG天然气呢 也并不现实 对吧 而且沙特呢 根本就不接美国的电话 伊朗呢 对吧 直接给你来几番 根本就没有实际意义的呀 所以这个就会导致 最大的一个未来的走向 就是 对吧 这个俄罗斯 要在欧洲 要在欧洲用卢布 锚定能源 我们知道 美元我们称为石油美元 事实上的欧元 在国际结算当中排第二 也是因为锚定了石油和天然气 毕竟欧洲呢 距离这个产油国啊 距离俄罗斯 距离中东是非常近的啊 呃 欧元呢 顺利的推出 除了它的GDP总量之外 还有很重要的 它距离中东 距离俄罗斯很近 所以俄罗斯最开始呢 均用欧元结算了 那么后来中东的一些国家呢 也要用欧元结算 替代美元 对吧 比如我们熟知的 萨达姆卡扎非 他俩为啥被炸了呀 等等都是有一定的因素的啊 呃 所以货币的输出啊 至少从目前看 还是锚定了能源的 毕竟能源在全球来看 总量也许不需缺 但是产业国是稀缺的 对吧 而且呈现出呢 这个能源国工业国啊 还有这个资本输出国呢 是严重分离的 对吧 严重不一致的 在这种情况下 呃 俄罗斯啊 其实是完全可以绕开美元啊 是和欧元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 然后呢 在欧洲地区 推出卢布的石油石油电源器的结算 呃 当然啊 对吧 美国一家独大的 这个历史呢 已经过去了 日后呢 也不会有一个国家 会一家多大的 呃 单纯从最近沙特呀 对吧 海河会呀 等等 这些国家的看法来看呢 我觉得未来呢 会形成这么一个局面啊 就是呃 俄罗斯 沙特等等 这些国家呢 会联合起来 搞一个石油天然气的 结算货币啊 呃 就简单举一个小模型吧 比如卢布啊 沙特的 沙特的货币叫啥 不知道叫啥 反正就叫沙特元吧 我也不知道他叫啥啊 沙特元啊 伊朗元对吧 这几个元 共同的构成一个 结算货币的池子 然后根据自己每年 产出石油天然气的比例 对吧 来确定一个发行的比例啊 或者说是确定一个 离岸市场的比例 等等啊 进行这么一个综合的模式 对吧 那么大家呢 啊 共同获益 呃 谁也别想占谁的便宜 大概呢 是要走这么一个模式啊 呃 至少从眼前看 对吧 俄罗斯的这个做法成效是很大的 所以我们也至少从眼前看 俄乌战争的经济方面的 效应已经出现出来了 对吧 呃 就很多讲啊 这个俄罗斯啊 经济不好 人民困苦还打仗 那不打仗 它就很好吗 它显然也不好 甚至只能更持续的衰落下去 对吧 呃 任何战争初期 包括18年 贸易战 贸易战也是一种战争嘛 对吧 中国很被动的 人民币呢 跌得很快啊 但是啊 对吧 这种事情啊 不会持续很久的 同样的俄乌战争也是一样的 还是那句话 三军占领乌克兰 很多人认为打得太慢了 什么军人说 这有意义吗 三军占领乌克兰有意义吗 所以你从 卢布结算石油天然气 你就看出来了 对吧 战争的目的呢 陆续的在写现 更大的程度上 还是要落实到经济上 落实到俄罗斯的财政上 落实到经济上的 而且落实到经济上 既有眼前的 对吧 石油天然气涨价 解决当下的财政困境 还有长远 长远的呢 就是这个 先不管中东 至少俄罗斯输出的石油天然气 要用自己的卢布结算 对吧 自己的石油天然气呢 不能去换别人 印出来的纸 印出来的绿纸 这就是眼前 非常有实际意义的东西 否则 对吧 只能是一个困局 持续的困在那里 对吧 所以很多的战争啊 还是为了实现 更大的战略目的的 并不是为了战争本身 否则它并没有 特别实际的意义啊 所以 对吧 其实俄罗斯呢 也在 跑美元的 结算根基 石油美元 石油美元啊 那么石油天然气呢 是美元结算根基 当中的根基 那俄罗斯这边 跑一跑 俄罗斯在国际石油天然气 输出当中 占比很大啊 占比很大 到最大的就是 以沙特为主的 这个我们以前说 欧派的海合会啊 其实都差不多 一个组织啊 然后就俄罗斯了嘛 对吧 那你从最近海合会 或者沙特的 一系列的表现啊 包括伊朗这些国家 一系列的表现 其实也有要摆脱 美元控制的想法 对吧 对美国呢 也不是那么上心 毕竟任何国家啊 都是考虑自己的利益的 以前更多的考虑 美国的利益 只是没有办法 都没有办法嘛 但是但凡有一点办法啊 看出美地带衰落 那各家呢 都有自己的神通钥匙 72变嘛 各有各的神通 那好 今天的视频就录完了 尤其前段时间 超级卢布的啊 应该赚了不少 卢布最近涨得挺多的 对吧 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欧洲啊 我觉得很快啊 日本这边天然气的结算 也得改卢布 因为日本的能源结构当中 对吧 在俄罗斯的占比很大啊 毕竟地理位置摆在那里吧 地理位置摆在那里吧 日本用天然气啊 俄罗斯是最近的啊 而且成本也是最便宜的 而且不要小瞧 小瞧天然气啊 还是前面说的 天然气不仅仅是做饭 还涉及到发电 工厂生产化赔 这个东西价格的波动啊 影响是全行业的 全方位的 并不是单纯的一个天然气啊 并不单纯是做菜啊 那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录完了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